女鬼为了见儿子 竟敢大白天地独闯王爷府 不料被门神一棒子给吹趴下了 女鬼苦苦哀求 还请两位将军高抬贵手 放我进去见儿子一面吧 门神大喝一声 赶紧离开此地 女鬼似而心切 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拿着灭火器上去就要硬闯 门神也不是吃素的 又是一棒吹敢趴下了 随之手榴弹是拼了命地往外扔 就在门神准备下死手的时候 城皇爷及时出手了 既然城皇爷都亲自求情了 门神也只好作罢 放了女鬼一命 原来女鬼名叫玉云 生前是王爷家的一名丫鬟 谁知还没干一个月呢 就在一个月黑风高夜 被一个黑衣人给迷婚了 只见黑衣人手拿匕首悄悄走近 然后手起刀落 玉云就香消玉云了 成了鬼魂的玉云 因为放不下儿子 所以才会三番两次地 想要进王爷府 再去瞅一眼 嗷嗷待哺的儿子 城皇爷听了玉云的遭遇后 表示这件事 肯定跟王爷府有关 而且那个心狠手辣的独眼龙 有很大的嫌疑 唯母则刚 即使做鬼也在惦记孩子 你就说母爱是何其的伟大 这不 玉云又在王爷府外 偷偷地思念儿子了 好巧不巧 正被同样是鬼的金如丑见了 金如大的咧咧的 充满着侠女心肠 一听说玉云要进去看儿子一样 那是当场就决定帮助的 只见金如颠着好酒好菜 想要给门绳开开婚 结果门绳油盐不尽 今年过节不收礼 收礼只收妖魔鬼怪 接下来不用说 门绳跟金如哼哼哈黑了起来 这小机灵鬼还边打边退 直接把门绳给引到了十里开外 王爷府没有了门绳的把守 玉云也就轻而易举地穿门而入 让人想不到的是进门容易 再进一门那是难上加难 丑见没 门上直接贴了两道符纸 玉云喃喃自语 小宝一定在里面 但是我应该怎么进去呢 为了再见一面小宝 哪怕是灰飞烟灭 我也一定要进去 说吧 玉云就要去私符纸 玉云忍着疼痛 直接硬是用身体破了两道符纸 天才知道还有什么爱 能够比母爱更伟大 玉云一步一亮枪 她干脆爬着挪腾着身体进了屋 听着熟悉的婴儿哭闹声 似乎玉云充满了力量 她竟然站了起来 扑到了孩子的跟前 看着自己的亲生骨肉 玉云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突然婴儿搏上的玉佩掉了出来 只见一道金光 直接将玉云给怼到了一旁 近在眼前却无法靠近 矮之客心却不忍离去 玉云也并没有就此作罢 她那就跪求黑白无常 希望他们能够帮助自己 将儿子给救出来 再加上热心肠的金主 在一旁 长一句短一句的劝说 黑白无常出乎意料的 竟然答应帮助他们了 黑白无常一出手 就知有没有 人家直接在王爷府赏花赏月 找一个小宝宝 那还不是手到擒来 只见黑白无常随手一挥 就破了宝宝身边的法阵 法阵一破 独眼龙丽马有了反应 那是赶紧出去追 结果一个人影都没瞅见 与此同时 黑白无常抱着小宝宝 慌慌张张地来找玉云了 玉云看着自己的儿子 那是激动的不行 结果还没抱过眼呢 就被黑无常一把给抢了过来 并且友善提醒 你现在是鬼了 阴阳不能碰触 否则会伤害到小宝宝地 最后几个诡异商量 就一致决定 让黑白无常来代养小宝 但是两个大男人 该咋喂小孩呢 这倒难不住黑白无常 他们就看牛生记 养了一只老绵养 好了没有了 喜欢的朋友记得关注转发 咱们下期见